皮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壁展 今天上午开展 一进展场主视觉以黑与白设计 显眼的道字加上黑白的人像照 让人心头一惊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没错这真的是文创系壁展展区 学生们要悼念的其实是自己的过去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不想要让它往不吉利的方向走 我们是想要告别我们自己的过去 因为我们即将迈向了人生不同的历程 我们想要跟我们自己的童年 跟过去做道别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用一种现代 或者是新颖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对于青春的一个道别 皮冬大学校长谷元光 今天到壁展现场勉励同学 他说收到邀请卡时已经被吓一次 不过他支持年轻人的创意发想 严厉要学生亲友及民众到现场参观 给同学们加油打气 我认为同学的创意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的大众 在我们文创系 在我们烟厂的这个地方举办的 这个毕业展能够有更多的 我们的社会人士来关心 来鼓励他们 让我们的学生的创意是发挥到无限 展场分为个人悼念区 与专题成果区两大区域 个人悼念区展出同学们所要告别的纪念物品 专题成果区共18组 包含影片制作 产品设计 食品开发 数位内容等 各组都极具创意地将四年所学应用于作品上 以独到的视野展现生活中的重要意涵 他是我五岁的时候收到生日礼物 那送我的那个人在我去年 在去年暑假的时候 就是往生回到西方世界 那我对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情感 他对我来说是像爸爸一样的存在 我因为很想念他 然后刚好这个主题 所以就想要把它展示出来 你本来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然后他的包装可能就比较传统一点 然后当初这个产权合作案子是全一连串的 就是我们学校是从包装到后面行销 然后我们这是最后负责宣传的部分 然后我们是想办法让米对大家的印象 就是除了就是有点像传统的饮食那种感觉 让它变得比较新一点 让大家可以去吸引它 蔡佩蓉 忠义联等八人 以新元新丰年迷场品牌加值计划 完成校园片 金子片 吃鸡片 三支微电影广告 用夸张 幽默 搞笑的手法 凸显年迷场的产品魅力 吸引年轻族群藉由影片认识米的品牌 43位学生以创新思维呈现四年所学 贫大文创系必战 今日起于贫农烟业厂中山堂 展至5月20日 透游学生作品让人对文创产业 有不一样的想象 贫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